一群孩子這樣子 然後我兒子是後面加入的 然後旁邊的真是說 欸那誰啊那誰啊 啊郭愉晴的兒子啊 我說 他說 對啊我們全家都有頭耶 都有頭6號 他在旁邊叫 欸那誰誰誰幫我謝謝你爸爸媽媽喔 我們家有三隻 一隻叫 一隻叫 然後一隻叫 現在我們家的那個 自動冒殺機啊 他本來是看體重嘛 所以最新來的都很輕嘛 手機上就可以看 誰去上廁所 誰去上廁所 本來都可以分辨那個重量 現在發現 整個天天都會倒回在大裡面 旁白哥抱抱得得效應 郭愉晴兒子被迫改名 萬老師2月1號就任立委 先幹這件事 第一個行程是廣播嘛 然後再來剛剛訪問嘛 然後再來是你們嘛 下午是兩個嘛 我中間還要去接小孩 不好意思 因為你知道那個 寒假 媽媽很忙 媽媽容易忙 是忙碌的萬老師 郭愉晴人生自此 多一個新頭銜 民進黨不分區立法委員 先談公事 我們已經抽了自己的研究室 就是辦公室 本來的格局 可能要稍微再變動一下 目前就是 7位到8位 因為助理很辛苦 所以要讓他們辦公的區塊 稍微再舒適一點 再寬敞一點 我沒有沒有信什麼特別的風水 我總相信 他們要帶狗帶貓我都OK 網友敲碗萬老師 昔日同事 黃主任來做立委辦公室 意下如何啊 之前你還是還有聯絡的嗎 當然 網路上的那個 那個活動 我第一時間我就打給他了 你現在又比我紅了 你看整個新聞全部都是你 然後他就傻笑 那私領域呢 家有老公和小學6年級的兒子 忙得過來嗎 補選的那段時間 因為我就幾乎 南北到處跑嘛 那有時候可能回到家 小孩都已經睡了 媽媽很辛苦 媽媽還是 簽聯絡簿 爸爸 偶爾還是會接到那個 爸爸打來的電話 那個東西在哪裡 這樣 好 老公基本上我們也是放生啦 只要確定說 小孩跟他 兩個都很幸福快樂的活著就好了 因為小孩子 偶爾還這樣就讓他放輕鬆 他們可能會喜歡在線上 他們可能就打群戰 一群孩子這樣子 然後我兒子是後面加入的 然後旁邊的人說 那誰啊那誰啊 郭玉琴的兒子啊 我說 那你不是都同學嗎 直接講你名字就好了 為什麼講郭玉琴的兒子 他說 對啊 我們全家都有投耶 都有投6號 那誰誰誰幫我 謝謝你爸爸媽媽喔 我還沒踏入政壇 就已經在做懸浮囉 包含動包的問題 或者是一般的民眾的陳情 我都會轉介 我就說 那你可以找什麼議員 比方說 我可能就會麻煩阿苗 阿苗認識那一區的 是不是可以把這樣的問題 給他們傳達這樣子 沒有特別想過 可是當他來的時候 其實也不會覺得很意外 我怎麼踏入演藝圈 其實我也是很平常心 高中我開始拍廣告 然後陪學姐去試鏡 然後後來學姐沒有 然後就變台拍戲 跟主持 然後跟電視購物 其實三個工作都在搭 下了舞台 沒有了美光燈 其實我還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像我喜歡做修正藝術 我也關心動包 那這些東西 其實有時候不需要掌聲 你說踏入政壇 會不會很意外 然後會不會很驚喜 意外跟驚喜 應該是每天都會發生的啦 然後以後再立院 我們的初衷不會被改變 我覺得那個都是 都是能夠支持自己 前進的一些力量 我們家有這三隻 一隻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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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隻叫 現在我們家的那個 自動冒殺機啊 它本來是看體重嘛 所以最新來的都很輕嘛 手機上就可以看 誰去上廁所 誰去上廁所 本來都可以分辨那個重量 現在發現 怎麼天天都會保留在大園 哈哈哈哈 看你娛樂新聞 幸福 都給你喔 報導